近日特朗普宣布撤销前总统奥巴马2014年颁布的禁令 解除奥巴马政府制定的关于地雷储存和战争使用的限制 允许美军在世界各地的战争及军事冲突中再次使用地雷 自近代以来地雷一直是战场大杀气的存在 凡是遭到地雷杀伤的人都必将遭受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痛苦 鉴于地雷不分敌我造成战区军民死伤与残疾的危害 国际间促成了反地雷运动 呼吁限制地雷的生产与使用 向来标榜人权的美国如今却宣布 无限制使用地雷这一反人类的武器 其双标的丑恶嘴脸昭然若揭 除了地雷之外 另一大反人类的武器则非白鳞蛋莫属 10月19日媒体曝光了一段叙利亚男孩 遭白鳞蛋空袭后痛苦呻吟的视频 视频中男孩全身被烧伤惨不忍睹 托尔西对平民使用白鳞蛋引来外界强烈谴责 白鳞蛋是一种典型的攻击型燃烧武器 蛋体内含有大量粘稠剂 能粘在人体和装备上剧烈燃烧 白鳞的烧伤十分可怕 燃烧温度可达1000度以上 只要皮肤粘上一丁点就会持续燃烧 直至烧穿肌肉和骨骼 而且白鳞是剧毒物质 会通过烧伤窗面进入体内 还会造成脏气衰竭 致死率非常高 事实上美国一方面打着民主人权的口号 另一方面却在战争中大量使用反人类的武器 越战时期 由于越南游击队在丛林中神出鬼没 打得美军狼狈不堪 最后美军在越南大量使用橙剂 以使大面积丛林落叶 想让游击队无处藏身 持续进行了九年之久的毒剂喷洒 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污染 战争结束后 交战区的许多越南儿童患有 恶劣 智力不足 膳气等多种健康问题 但受害者不仅仅是越南人 有研究表明 不少从越南战场下来的退役军人 患上了神经 消化 皮肤等疾病 其中以飞机和直升机的人员 陆军防化部队 陆军特种部队居多 1991年美国国会颁布了《成绩法》 这些曾接触成绩的越南老兵 在一定的条件下可接受治疗和赔偿 自己人受损了能得到赔偿 那越南人呢 2005年3月 越南成绩受害者向纽约一家联邦法院提出诉讼 要求在越战期间向美军提供成绩的美国化学公司提供赔偿 但这一诉讼请求却被无情驳回 只要认为自己是对的 美国可不会管那些自己曾经说过的人权 别说是一纸公约 就算明知道是平民 美军都会在战场上随意射杀 不久前被逮捕的维基解密网创始人阿桑奇 他创办网站以来曝光的第一个猛料 就是一段2007年美军在伊拉克射杀无辜平民的视频 造成十余人死亡 两名儿童重伤 而视频中美军的通话录音却显得很兴奋 杀人在他们看来好像在打游戏 由于这段视频过于血腥 我们将这段视频的完整版放在了微信公众号上 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刚与军事回复射杀 看看草菅人命的美军到底有多凶险